两个人过日子要看三张单子 菜单 账单 书单 菜单就是能吃到一起 书单就是三观和 账单呢 当然就是银子 我在做那个福生六计的时候 常常拿沈父和云娘举例子 为什么两百多年前的这一对夫妻 被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喜欢 认为就想过他们这样的生活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其中有两句话 第一个叫做拔柴姑酒 不动声色 说的是什么呢 沈父挺穷的 但是爱热闹爱朋友 请大家来喝酒 钱不够了 云娘会把自己头上的柴子拔下来 荡掉换来酒 而且不动声色 这说明什么呢 两个人三观一致都很大方 并不在意身外之财 第二句话叫做 不依菜饭可乐终身 什么意思呢 就是哪怕我们吃的穿的都很简单 但是两个人只要在一起 你陪着我 不到处去游走 那这就是最好的日子 所以陪伴很重要 那沈父什么都好 他就是赚钱能力不行 所以福生六计最后是个悲剧 云娘被累死了 那就好 我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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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那边